黑豆也叫乌豆,因为自责黑而得名,虽然在生活中没有黄豆、绿豆、红豆等常见,但是营养价值却非常高,一直有着豆中之王的称号。 黑豆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,同时又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,如黑豆色素、黑豆多糖和义黄酮等,其中所含的蛋白质不仅含量高,而且质量好,其蛋白质含量是牛肉、鸡肉、猪肉的两倍多、牛奶的十二倍,并且黑豆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相似。 黑豆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,另外,黑豆富含粗纤维,如果平时饮食比较精细又有便利的困扰,可以吃一些黑豆帮助肠道蠕动,促进消化。 中医上认为,黑豆胃肝、性平、无毒、有结表清热、养血平肝、补肾壮阴,补须黑发之功效。 因此,居家补肾、乌发食表、爆炸营养特糖的营养师给大家推荐黑豆。 那么,很多人就要问他,黑豆到底怎样吃比较好呢? 其实,记住一个准则就行了,当肉吃,前面提到过,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,所以可以作为肉的优质替代品。 至于更具体的吃法,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黑豆浆、吐泡黑豆、羊腰黑豆汤,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,只是特别的控制好量。 每人每天吃35克左右的大豆比较合适。 当然,吃黑豆也是存在禁忌的。 这里给大家强调三点。 一,黑豆不宜生吃。 黑豆中含有一种一蛋白酵素抑制剂,这种物质会妨碍人体对于点元素的吸收。 而想要破坏这种一蛋白酵素抑制剂,就需要对黑豆进行控煮。 并且黑豆也只有在煮熟煮透之后,它的营养才能全面地释放出来。 因此,黑豆不是一生吃。 此外,生吃黑豆很容易引起腹痛、腹泻。 二,严重肾病的人尽量别吃。 前文已经提到,黑豆属于高蛋白饮食。 对于肾脏本身出现疾病的患者而言,应该减少食用量,采取低蛋白饮食原则。 如果肾脏疾病比较严重,尽量尊一主。 三,痛风病人要少吃。 痛风病人尽量少吃黑豆,因为黑豆漂亮含量较高,大量食用很容易造成尿酸代谢障碍。 尿酸沉积在骨关节,尚会引发急性痛风性关节炎。 所以痛风病人要减少食用量。 各位朋友,你喜欢吃黑豆吗? 除了含黑豆你还吃过哪些黑色食物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养生经验。